好久不见我们这个样子 来跟我的脑袋打个招呼 今天就是H9V的美妆视频 去年圣诞记着这个先天的优势 画了一期老番茄绑妆 看过的Cooking1好吗 让我知道你们还在 今年我们还是一起大火 但我要做回自己 画一个盛到骤我感 唇欲展展生 看我这个样子你们可能又觉得 哎呀这个机器又在不说八道 你几个择哪一个跟你有关系啊 是男吗 No 圣诞战衣 听过没有 其实非常简单啊 首先啊 亲一口 转过去 OK这个我们先不穿啊 我们来保留学院正式开始今天的 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挑战 而是一个教程 穿上圣诞战衣 统统为我着迷 想要遗妆化得好啊 水润淋不少不一样 咱们先来个补水的大动作给到 后续上妆才有那种 牛内而外的水功感 干着老朋友质本啊实真不擦 我又夏季混牛冬季混蛋啊 用这一套不够的 皮肤要偏干的话 金花面上也不能省它啊 水是凝露的质地 清透水润不黏腻 乳液轻薄又细腻 还有超强保湿力 看又埋着脸嫩的 这两款用起来都巨舒服 巨好吸收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不仅如此啊 这一套是一个全能型选手 修护体量抗出网 胶原蛋白 别想跑 你们用了就知道啊 你这小脸蛋 想做药都难 先把瑕疵遮一遮 现在天气这么干的 遮瑕膏就用不上了 等干一点再铺开 觉得遮瑕又遮瑕力度不够的 可以像我一样 用手指点开 再用粉铺啊 轻轻的 吸掉一点多余的就好了 遮的真的好是不是 粉底液 两地 我冬天用小帮瓶 其实会有一点干啊 今天就 试一下这妆效 好像真的可以耶 我好像就没有画出 这么满意的底妆了 你们凑近看看 我上个月用小帮瓶 还稍微有一点帆驳 今天好完美啊 啊 咱怎么说来着 这补水做得好 妆效 差不了 今天开始有点美女的样子了 咱这氛围感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那种目光如水向 把你吸进去的感觉 咱就是说着眼珠子 也必须美丽起来 今天准备在这广屋里的 沙丽黄饭 沙丽黄 看着包装上的丫头就知道 她属于我 她又这样的融通效果 真的是巨好 上眼是一种 妈生浅通的即视感 带和不带的差别 就这么大 眼神瞬间就 也灵动了起来 她整理是一个香槟色系 内环的浅金色 就像漫画眼点上了高光 很氧气很少女的感觉 不行我要赶紧画一个片子上她的眼状 你的下一句话是 白番茄 сами 明年 虾妆化完之后 是不是更有那种 撲闪铺闪的感觉了 这副眼珠子 probably 我觉得很很回购 很很爱 舒适度真的美的条 带的像 reduces 真的是一个我睡觉都会忘了摘的程度 摘红了咱们选一个更有上举感的浅色系 打在眼下的这个位置啊 就非常自然 人家问你脸怎么红红的 这样子有点好凶啊 完了我素颜的忘拍了 我刚想了半天怎么办之后 发现了这个 不知道只能从这里看你们 可以可以就这样吧 OK朋友我现在穿上了这件衣服感觉非常的不对劲 一起来猜猜看我会不会翻车呢 别钻了 烦死了 怎么样丫头们 我穿上裙子觉得自己贼怪 一个纹身在这里 黑猫兔头 还好有这里假发还是挺好看的吧 这应该不算翻车的吧 不算吧不算吧 还是挺可爱的吧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我今年的最后一条美妆视频 且看且珍惜 今天主期如果你觉得机器装的不错的话 你就点个赞 如果觉得我翻车了的话 你就给个三连 不够分吧 我都应该第一次穿裙子 不说圣灯快乐啦 咱就这样天天快乐 好我是吉吉 我们下期再见